主料,鸡蛋三个,中筋面粉80克,玉米淀粉20克,辅量,棉白糖50克,玉米油25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准备材料,玉米淀粉和中筋面粉混合过筛备用,鸡蛋刻入打蛋盆,加入糖,温水滤打发至提起蛋液,可以化出清晰纹路,过筛的面粉分三次筛入蛋液。 翻拌至无干粉,加入油翻拌均匀,盛入模具,8分满,烤箱175度预热,烧下火烤15分钟,根据自家烤箱调整温度和时间,烤好了,满屋飘香,烹饪技巧,一拳蛋打发对鸡蛋的温度要求比较苛刻,所以一定不能使用钢葱冰箱,拿出来的冷藏鸡蛋,要事先拿出来放一放,二拳蛋打发最适宜, 等温度在40度左右,这时打发效率最高,所以我们一般是将打蛋盆做到热水盆中,隔热水打发,热水温度控制在50度左右,手摸上去有些烫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